那原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说 隋桃老师他打电话给我呢 可能就是给我这个安慰呀 或者是说鼓励我的话 那我没有想到说 隋桃老师他一开始就跟我说 来我们呢来找你的根源模式 那我现在想说根源模式 师父的课堂开示里面 或者是他以前的录像里面 我都曾经有听到过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理解 那只是就是说 因为我就是我在这几个月下来 我陆陆续续也都上过几次 就是那个马开拉萨老师 他有上的那个许愿书课程啊 或者是那个帮我们上财富圆满的课程 那当时在上马开拉萨老师的课程的时候呢 就是我能够往前就是找到自己 就是让自己觉得就是负面的那一些小时候的记忆呢 大概是最早到三四岁左右的记忆 那时候就是我是记得就是说我的父母常常会吵架 然后就是我小时候我就很怕 我妈妈常常就是吵到后来 就会说他要去自杀 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害怕 就是怕我会失去我的母亲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算是从小对我来讲 就是我在我心里面会是觉得最受伤害的一件一个事件 那就是老师就那时候是说要我去圆满他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上课上完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并没有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做真的就是去圆满 但是我就知道就是说哦 是这个事件让我就是有有那个造成金钱 后来长大金钱不圆满的一个一个原因之一 那可是后来有一次马开拉萨老师他在课堂上 我请他帮我用第三眼扫描的时候 然后他跟我说我在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是不是他在问我说是不是有一个让我几乎失去生命的一个 就是让我造成我很大很大的恐惧的事件 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怎么想我都想不起来 就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我能够既知道的就是让我觉得最伤心最恐惧的事情 就是可能我爸我爸妈吵架 然后我妈要去自杀的这个事件吧 那 孙桃老师呢他在9号的时候他就直接就跟我讲说找根源模式 而且他直接就是跟我他问我说我小时候是不是有住在一个 就是不是水泥钢筋水不是水泥灶的房子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往前回到了我更小更小大概可能在一岁左右的事情了